不到20秒 这张太极拳时魏蕾打爬在地 引发外界一片哗然 而输掉比赛的魏蕾 出面替自己喊冤 这是一个新的标点结 当时的场地是橡胶地面 在拳击馆让人家用什么光脚 那么当时比赛的过程中 又提到不拖结 那么就往后退就摔倒了 这个我能需要太多结吗 额头上还留有比赛时受伤的伤口 魏蕾拿着一双新的鞋子声称 会输掉比赛 全都是因为当天穿了一双新鞋 害他在比赛不久后就跌倒 导致20秒内遭到击败 而他也说自己当天没有使用内力 如果真使用内力恐怕会出人命 不过也因为这个短片 让徐晓东连日公开挑战 中国传统武术界 还说太极拳90%都造假 引发太极传人不满 太极拳世界冠军 成是太极宗师王湛海 决定派出大弟子 成前挑战 徐晓东连日嚣张言论 不仅引发武林公分 也引起大陆体育总局关切 认为整件事情 已经涉及违反治安条例 大陆体育总局也指出 格斗跟太极PK 就好像拿体操跟举重比赛 根本没法比较 最后还提醒徐晓东 别再吹牛侮辱中国传统武术 记者综合不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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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